現在 日本軍隊佔領了北平 而且在不久的將來 將會佔領全部中國 這是個事實 中國有句老話 叫做實實物者為俊傑 面對這樣一個 不能更改的事實 是積極的應對 還是消極的沉淪 還是愚蠢的抵抗 一種態度 就可以決定被佔領區人民 是否能夠迅速地 從戰爭的災難中解脫出來 還是繼續增加新的創傷 我又聽懂了 就是說 既然已經當了王國民 就得好好的黨 而且還有任勞任怨的黨 否則就會被殺頭 是這樣嗎 楊先生 你是個聰明人 是個文化人 是個智慧的中國人 我希望我們之間的談話 不要局限在國家和民族中國之間 我們應該站在人類發展的高度 來審視這場戰爭 當然戰爭的手段是絕對不可以取的 這不是我們要談話的範疇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 在戰後 應該用一種什麼樣的理論 依據和指導思想 從根本上去消除 國家之間 民族之間 和地域之間的隔壁 用一種全新的理論 來開創不同的民族 為了尋求共同的發展 而形成的崭新的前所未有的 合作心態 這就像日本的茶道一樣 你完全可以按照你這道理論 用這刺刀逼著我和 楊先生 你有偏見 我希望 你盡快從這個偏見中 解脫出來 如果談到戰爭 我對戰爭有我的看法 中國的很多戲曲 都表現了戰爭 中國古代兵法 對戰爭有五種定義 有異兵 強兵 鋼兵 鮑兵 逆兵 你認為這次戰爭 日軍應該屬於哪一種人 我剛才說過了 這不是我們要探討的範疇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 我們應該用一種 什麼樣的文化合作型態 來解除戰爭 給雙方民族帶來的創傷 我只同意你其中說的一點 就是說 任何一場戰爭 真正倒楣的就是雙方老百姓 可是這場戰爭的災難 是誰帶來的呢 景天先生 咱們今天就談點現實的 楊教班這上演劇目 受得那麼嚴格的限制 你讓我們怎麼生存呢 我正要跟你談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跟我們合作 楊教班就是不引出所有的費用 由我來承擔 那可不行 我還是靠演戲吃飯吧 楊先生 誰知不知道 限制劇目的事 我可能幫不了你 這要由日本軍部說了算 不過 你要跟我們合作的話 前景還是很光明的 好了 我也得告辭了 楊老闆 我一段时间 北平会发生一些电话 我正在起草一份方案 到时候还希望你 积极配合 多多参与 伤到 站长 稍微被封闲的招子抓去了 上席可靠吗 绝对可靠 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统队长 是我以前的朋友 是他亲口告诉他 而且他说他还认识少爷 谁在 咱们走着瞧 对 关下少爷的地方我已经打听好了 由日本人看守 除共党分子以外 其余的在家人员 必须由方向寅签字签字才能提神 爸 提神共党分子 有谁签字 是九天兄姻 这件事情先暂时的放一放 我们这次回来的任务非常坚决 我们要对付的还是我们的老对手 共党分子 他们现在活动得更加平凡 更加猖狂 可日本刚刚竞争不久 脚跟还没站稳 他们对共党活动的规律一点都没掌握 所以我们这次回来的目的 就是把我们掌握共党的一切活动情况 秘密提供给日本人 然后再借日本人的手 把共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击 当然了 也给借此机会 摸一下日本人的活动规律 艇长 那我们对日本人有什么具体措施呢 搜集一切可以搜集的情报 秘密的提供的南京 其他的 等同性的指令 那营救少爷的事是不是也得提上日程了 我心里有书 只要你们把情报提供的准确 机会随时都有的 那少奶奶的事呢 少爷的事都顾不顾不顾来 哪有心思顾他呀 翻楼行动吧 是 我接到通知 这不马上来了吗 不是 连红声器都不让咱们唱了 这不称音庄孙子吗 你瞧瞧 这只戏袋 哼 哎呦 好呗 这赛飞也不在 是人手也不全 这让咱唱什么呀 是啊 恨不能咱俩上去给人反串吧 再说 这观众认的是杨老板 照他这么一来 杨老板挂头牌的技是一个都没有了 咱俩别在这磨牙 没用 还是找杨老板商量商量 今后的日子真够强 商量 商量什么呀 这明摆着是日本人怕有反日情绪 可咱这是唱戏 爱他哪根筋腾啊 他越这么这越遭人恨吗 是啊 哎 听说凤计长当什么司令啊 他跟杨家班这么大的仇 过几天要腾下手来 还不折腾杨老板啊 哎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 这两天哪 我抽空还得找一趟赛飞 得跟他商量商量 让他挂牌唱红娘 甭管怎么着 咱们也得对付点脚棍啊 哎 赛飞不至嫁人了吗 哎 再嫁人他也从咱们杨家班出去的 咱们现在围了这么大男 他不能出来帮一把呀 也成 我就按这个先预备着 哎呀 暂时只有这样了 你听我心吧 行 哎 停停停停停 好哎 好像就是这 哎 好嘞 我 好嘞 赛飞 赛飞 我是你宝贵哥 赛飞 快飞 怎么会没人呢 千真万确 大门开着 我跟院里头啊 转了足足有半个多时辰 嗓子都喊哑了 就是没人言声 您说他要在 能不出来吗 这兵荒马乱的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要么这两天 等对了功夫啊 我再过去看看 反正甭管怎么说 只要把赛飞找着 多少咱也能对付唱点别的 找人归找人 找回来也不给他唱 凭什么他让咱唱什么 咱就得唱什么呢 他这 他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要照这样呢 咱不如再挪个地呢 我哪儿挪呀 哪儿都日本人 我不走了 我就在这儿耗着 我耗死他 我不相信咱能在这儿 待一辈子 您看要不这样 等什么时候 对了机会 您再跟美慧姑娘说说 说什么也说呀 我钱谁都不求 那我就得赶紧跟人 马经理说起 别让人跟那瞎预备了 大师兄 美慧姑娘又来了 这又来了 你把她截住 就说我不在 美慧姑娘 杨老板不在 杨老板真不在 我刚从她屋出来 我这儿也正找她呢 那我向屋里等 这就不合适了吧 人家明明不在屋 你跑上屋 带着干嘛去 他是不是不想见我 见不见 您能有什么关系 该不让唱什么 还不让唱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你们都恨我 那咱可不敢 您爸爸那么厉害 咱谁惹得起 美慧姑娘 您坐这也没用 杨老板不定 什么时候回来呢 再说了 您跟这坐着 他也容易着凉啊 您还是先回去 你忙去吧 我不想说话 好像我上岗子 跟您说话似的 我来找杨老板 又不是找你 这是杨老板 杨老板不在 这儿我说了算 依我看 您还是赶紧回去吧 等回到您爸爸 要是见不着您 再找到咱们这儿来 咱可担得不起 你讨厌 我不爱理你 宝贯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跟着美慧姑娘生气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了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了 灰灰姐姐 你怎么也对我这样 美慧姑娘 我怎么对你了 我可都是好意啊 我们宝贯 要是哪得罪了你 我就就把他掐死 舍得别人废事 嗯 嗯 宝贯 大师兄是不在屋里头啊 杨老板出去办事 也大半夜才能回来呢 那你还跟这儿戳着干嘛呀 这么没眼力见啊 没看见都爱眼了 让他进来吧 别在外边好脏啊 你还不太好 这样也好 不然咱唱戏 咱就不会想想干点别的了 你又不是为了这大家的人 有时候 我还真想走青城那套路 这日子过得简直是太憋屈了 没逼到那份上 鸡的眼我就真当真强的 给他干一家伙 周先生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 人家过的那是要人日子的 起码人活着个心里痛快 咱们这叫什么呀 就差点让人骑驳耿拉屎了 我说 你给我支援这家我管得了 你这么好的功夫 咱俩连接手来 那徒弟还少得了啊 真是 活着还能让你熬鼻子 这倒是个办法 不管怎么着 也不能让西班子散了吧 你要是答应了 鸡我就东报 咱们马上就挂牌子招人 我看行 真逼急了 到时候咱们也别空着手 好 说干就干 真不想 咱就拉竿子名票 我就不信了 小狗日子长得伸头露臂啊 还是再忍一忍吧 不得忘不得已 你了解我吧 我真不想把大伙牵扯进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样吧 你让我 再准备准备 等我准备好了 我派人 我家的厅情 好 那我就敬后加印了 好 周先生 杨老板 您怎么会在这啊 早就想来看看你 只是学校太忙 一时啊抽不出时间来 现在事到这么乱 您可得多保重 没关系 和他们打交道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坐 杨老板 我们倒是很担心您呢 我没事 反正现在也不唱戏了 倒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那下一步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今天白天刚送丁虎那儿回来 准备开个武馆 明儿他就开始张罗 我都想好了 等什么时候周先生去救 召唤一声 我也能拉出一班人马 杨老板 你的这种心情 我非常理解 你的这种想法 也令我十分钦佩 可现在的北平城啊 完全掌握在日寇的手中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不能忙干 寻找战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现在日本人 已经一步一步的 快把他们逼得没活路了 是啊 可是我们赤手空拳 如果硬拼的话 会吃大亏的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 是抗日宣传 要让更多的老百姓 认清当前的行事 让那些受蒙批的群众啊 不给日本人当枪使 现在全国各地 出现了不少汉奸组织 更有些群众啊 为了混口饭吃 为了生存 被日本人逼的 那也是没办法呀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 我们要想办法 争取更多的群众 同时呢 对那些死心塌地的 铁管寒奸 要坚决惩处 打击他们的嚣张企业 太好了 我一直就想跟他们 真刀真枪的来一把 就是死了 也比受这种窝囊气强了 能了吧 我知道你是个 爱国主义者 现在的日本人呢 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用他们那套 侵略者的强盗理论 蒙屁和麻屁战里区的人民 你和景天的事 清诚都跟我说过了 我认为呀 目前你没有必要 和他发生正面冲突 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进一步了解 他下一步的阴谋和轨迹 我们呢 再有针对性地 在暗地里和他斗争 周先生 您放心 我杨人生虽然是个唱戏的 可是中国人这三个字 永远不会在 我杨人生身上受到任何玷污 我感谢周先生对我的信任 我绝对不会辱莫忠一二字的 大师兄啊 周先生不能多待 一会儿 我得送他走 清诚 反正咱们现在戏班也不成戏了 你就踏踏实实地跟周先生干吧 我让你帮我打听的事 你打听了吗 你叫我办的事 我能不办吗 我可不像你 咱娘叫你干什么 你就偏不干什么 什么结果 人家杨人家杨贤人家 特红火 根本就没人打听你 宗耀呢 你不是说他下大狱了吗 我一打听啊 人家早放了 背不住又结婚了 你骗我 我就知道我说话你准不信 本来嘛 处得好好的 乍一听谁信啊 不过 我又没亲眼看见 是真是假呀 可是话要说回来 无风不起浪 大家要都这么说 那就保不准 是真的了呗 就是他们都不理我 我也不接客 你要是逼我 我就死 让你的钱都白花 得了得了 我不跟你说什么了 我要跟你说点事吧 你还真走心 你啊 先好好歇着歇着 等你心情好了 咱们俩俩再聊 好吧 你甭给我瞪眼珠子 我是在执行公务 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违认状 查封令 我都给你带来了 我说丁老大 咱们可是街面上混的 我老标的做人一向都是光明正大 违认状 你要是接了 咱俩人 吊着绑着绑一块干 我当大队长 你当副大队长 咱在宪兵队那领一份薪水 警察局那还能领一份 这钱呢 绝对不愁 这不要脸 平日里咱们中国人 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你这叫汉奸你知道吗 拿日本人当祖宗 到我这儿就是孙子 这大伙可都听见了 我说丁老大 我要是跟你计较 我现在就打你一个抗日分子 就那县兵队大牢伺候你 可是现在我不计较你 日本人是谁爷爷是谁孙子 我不管着 我也不想管 人家日本人现在妖粗啊 人家日本人没让我要饭 再说了 这谁来了 这街面上还不得有个维持治安的 就这么点事 你叫什么劲啊 等等 我已经跟你说的清清楚楚 我开我的武馆 我不招灾不惹祸 可是谁要是让我 问不下去了 我可告诉你 我丁虎也不是你儿爷的 不是丁老大 你真的活出去了 为什么活不出去的 得 我这心思也给你了 人情也给你了 那我可没辙了 怎么着 咱俩再比划一场 丁老大 你又错了 咱俩比活个啥呀 你冲的不是我 你冲的是日本人哪 干脆你跟日本人说清楚去 二组子 表演 请卸兵队 是 开军 好一个老妙子 你把日本人找来 这儿也是我家 让翻译官 把他刚才说的 翻译给日本人听 是 翻译官 麻烦您把他说了一会儿 传给泰军 顺子 怎么出汤啊 怕 呆着是呆着 我出去呢 挣点算点 不能挣呢 就当散心了 这都是你爹的 捏得真好 我还没正经看过呢 这个像金宝 这个像小春 对 还有个花蛋 我看看 真像赛飞 像吗 像 你看 这还有你呢 真像 我再看看 真像 卫芳 这玩意儿我也会捏 你看啊 你瞧瞧 马上我得捏一小顺子 得了你 我这个 会把你说正经事呢 你 你这也叫正经事啊 咱一正经唱戏的 你说你没事 撂地摆小摊去 你也不嫌含着你 人家这叫自食其力 哪像你啊 有几个钱就穷得瑟 我看人顺子挺出息的 我这跟他啊 开个玩笑而已 哎顺子 买卖好做吗 你卖得出钱来吗 卖多卖少总能卖 哪天也没空着 哎我跟你说啊 你别老在咱门口这瞎转悠 你远点 拔的街那边溜溜 那边人多 买卖准好做 这才像个师兄弟的样子 以后你没事 别打击人家了 我才懒得理他 我才懒得理他 龙龙姐 您待着啊 我出摊了 去去去去去 早点回来啊 哎 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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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子 你这是要断的什么呀 散碎兔的 这些日子天天好几乡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些日子了 行了 你去吧 呦 都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了 怎么直闹恶心呢 没事 什么没事 都闹了好些日子了吧 心情不好 让你逼的 呦 呦 这事可别往我们身上推 发车你是怀孕的吧 啊 我们这可不替别人养死孩子 那你们这把我放了 欠你们的钱 我会加倍偿还的 你想什么呢 你当在你们家呢 感情不接客 没关系 这事好办 你们也别太做损了 哪行都有哪行的规矩 我天天怪着你 我可不是为了让你 在我们家居家过日子 那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别的我都能依你 打明起 给我吃药 不胎 这叫大雪娃娃 这叫大雪娃娃 这个呢 二雪娃娃 这是三雪娃娃 这是什么 这个 清衣 这是唱戏的 发脸 武生 这个还是什么 这个呀 这叫五丑 看见了吧 像我吗 像 这好看 像你 你们看看 喜欢哪个 喜欢哪个 这个 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花旦 好看吧 好看 我跟你说这真的 你还没见过这真的 还更漂亮 嘿 这个 我要了 哎 这我不卖 这你给我放下 你看看别的 给你吃 哎 回来回来 这我留着的 这不卖的 摆在这不就是卖的吗 再说我还给你钱了呢 不卖那也不卖 别的都卖 看别的 这也不是你媳妇 留着她干嘛呀 你岁数不大懂的 你这什么叫媳妇 媳妇 才够在家里呢 嘿 媳妇 我没媳妇 我捏个面神 还让你给我翻出来了 给我放这 哎 回来看 要不你要这个 这便宜 这一看就不像好人的 再说他也不是他唱戏的 哎 我跟你说 他这玩便宜啊这个 我跟你说 他叫二狗子 什么时候你玩的不顺心了 往地上啪叉这么一摔的 踹踹踹几脚 又便宜又过瘾 你把那个我放一条这个 我抓到这个 哎哎 你回来 那我不卖那个 哎 小豆子 手里拿的什么呀 面人 好看吗 豆子 姐姐像你吗 我的 小豆子 把这个给姐姐看看好吗 好吧 豆子 你这是在哪儿买的 楼底下一个捏面人的 好多人围着呢 姐姐 你也想个面人 要什么样的 我给你买回来了 豆子 你去把她给姐姐叫上来好吗 那 我得跟干娘商量商量 豆子 答应姐姐 这事千万别跟干娘说 好吗 小豆子 姐姐求你了 好吧 我一定不跟老娘说 我把她捏面人的给您叫上来 让她手里多拿紧面人 您挑成吗 嗯 姐姐 姐姐 哥 进来了 来 杨普面人 哎 看看看看面人啊 一箱入行 快就没有回来了你 我 有一个姐姐 想想你的几个面人 嗯 然后您带几个面人 然后跟我上去 那这你来挑吧 看不下 看不下 看得不真看着我走了 找人看呗 哎 我看着 这行吗 这长 然后这 然后 然后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嗯 这个吗 对 是这个吗 对 哎 哎小李子 你这帮我照看你的摊子 我马上就过来啊 好好 多远吗 走走走走走走 啊 对 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 不跟你废话 到了 进屋 少说话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卖完东西 赶紧走上 麻烦事这么多 你还不伺候你 哪去啊 给我回来 买卖不大 脾气还挺大 我可告诉你啊 进了屋 要是张了我们姑娘生气 连这门都不想出去 小豆子 又吓死谁呢 快让她进来吧 姐姐 烟面人的给您带来了 有事 您叫我 我在外边候着 进去吧 妓院还挺难伺候 看什么看 就得无稳劲吧 人呢 姑娘 是您要面人吗 你捏的都是什么呀 生蛋 镜末丑 样样都起 不知道您喜欢哪个 你捏面人捏了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 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从前干什么 咱就别说了 这兵花马乱呢 不管干点什么 得吃饭不是 姑娘 您要是不要 我就走了 我那摊啊 还没人看呢 是顺子哥 您再说一遍 顺子哥 快 快 碎飞 怎么是你啊 这 这出了什么事这是 别哭了 你跟我说 跟我说 急死人了 这 你说到底是为什么呀 走 咱们回家 走啊 顺子哥 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到这种地方来 这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这个 出事的那一天 我和宗瑶本来是想去杨家班的 可是半路上我们碰到了二狗子 二狗子把我们带到了凤局长那儿 我把凤局长给骂了 总要被盼下了大狱 再后来 我就被埋到了这儿 那 那你得想问话通知我们呢 顺子哥 我出得去吗 顺子哥 顺子哥 杨家班和大师兄他们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戏也不让哑了 戏班也没事干 大师兄正想办法吗 看来大师兄又围了大男 别说那么多了 现在你就跟我走 顺子哥 你别傻了 他们这儿到处都是大手 要是能走 我早就走了 去他妈了 现在你跟我走 你下楼 先回咱杨家班报信 我断后 谁上来我就捅了他去 顺子哥 你快把刀收起来 咱们这样出去都是白给呀 谁也活不了 我不管那么多 我这就是死了 我也给你救出去 顺子哥 咱们这是白送死 我求求你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这件事情 你先别告诉大师兄 这一段时间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已经怀了中药的孩子 顺子哥 今天能看到你 我已经很高兴了 这件事情 咱们再从长记忆吧 啊 不行 我现在就去通知大师兄 让他今晚上就组织人来救你 顺子哥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师兄 从今以后 你就别想再看见我 你为什么不让大师兄知道 这 这又是为什么呀 顺子哥 你坐下 听我妈妈跟你说 把他留下 把他给我押住下 杜莉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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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送到积苑去 上 我天下 顺子哥 在这儿你可不能耍脾气啊 那后来呢 后来 再来积苑的路上 二狗子 别说 不行 马上让你通知大师兄 你把他救出去 顺子哥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大师兄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准得带人来救我 可是凭信奉的他们现在的实力 大师兄和你们都是白给 到时候你们都搭上了 反过来 他们会帮我往死里折腾 你明白吗 你说的都对 可是你现在的处刑 不还是被他们呢 不会的顺子哥 我已经怀上中药的孩子了 我已经答应宝娘了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咱们不就有时间 咱们慢慢从长计议 分子哥 这事你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大师兄 你自己也别做傻事 好 我谁也不连累 走这瞧 赛飞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还真的不能告诉大师兄 搞不好会给杨家班和赛飞带来杀身之后 怎么办 怎么办 对了 操钱 操钱熟他 什么劲啊 生子 那么叽叽活活的 保尔哥 跟你商个事 什么事 说 我想跟你借俩钱 多少 一千大洋 一千个大洋 你干什么事啊 你甭管 肯定有大运工 你要说几块钱吧 我兜里倒是有 不是 这 这钱都跟慧芳那似的 你这样 你告诉我呀 到底干什么用 咱俩跟他说去 算了算了 我再想想别的辙子 哎 顺子 顺子 这位 这几个钱 你先拿上 等回头 我再跟慧芳慢慢商量 这俩词我干嘛使的 不用 我又不去领花钱 顺子 我这你把货给扣 这钱呢 他真不在我这儿 你要不啊 你这样 你告诉我啊 到底干什么事 我保证不跟别人说去 你愿意借就借 你不愿意借就算 哪个废话 哎 这叫怎么说话呢 对了 少女的老家伙呢 就是 你要他干嘛呀 你到底借不借吧你 说实话干嘛用 杀人